来,我们看一看,第一题,请问,出门一定要戴的是帽子还是墨镜? 帽子吧,因为就是不会去那么,因为平时自己的时候,因为出门,像每天都有活动嘛,都会有造型师给做发型,然后自己的时候可能就特别懒,然后可能睡醒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,如果要去见人的话就会把帽子戴起来。 好,之前看你戴那个渔夫帽特别帅啊,接下来我们请问,接下来这一题是,运动的时候最喜欢什么样的穿搭? 我觉得最舒服的就是最好的,然后比较喜欢穿的宽松一点,对,因为方便活动啊,蹦蹦跳跳啊,对,就很好。 是,好,就是穿的方便一些,接下来我们要问的这个问题,请问你最喜欢的衣物颜色是? 衣物的颜色? 对,就是服装啊,搭配啊。 呃,黑色或者白色吧,我一直觉得就是身上不能超过三种颜色。 嗯,超过三种颜色就会,嗯,让我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,就是对于我来说,就可能不是看得我就会有点难受。 嗯,就喜欢简约简洁一点的造型。 对,对,对,就不要超过三种颜色,然后球鞋我基本上都是穿白色球鞋。 嗯,你看,时尚的教科书不能超过三种颜色。 从小我们就在听这个。 哦,这根据个人的那个喜好来啊,有人可能就喜欢穿的比较花一点。 嗯,素一点的,对吧? 我喜欢素一点。 哎,等待洗衣服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呢? 等待洗衣服的时候? 哇,洗衣服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啊。 听到洗衣机,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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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 然后呢,呃,一般来说,呃,会看电视剧。 嗯。 如果在家里有机会听到洗衣机的声音的话,我会去看电视剧。 对,或者看电影在家里做的,然后或者去跑个步吧,在家里。 就是要么运动,要么就在家里面打发时间,对吧? 对对对对对。 好,接下来这道题目,请问,你喜欢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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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洗衣服还是晾衣服? 其实,我更喜欢晾衣服。 哦。 因为,洗衣服的话,其实那个洗衣机我用的很少。 嗯,然后呢,家里洗衣机用的不是很明白。 然后,我洗衣服要打电话给我妈,我妈这个要放那个什么,什么,漂白剂。 嗯,漂白剂。 然后什么,要用清香剂。 还有两个盒子。 哪个放哪个? 洗衣粉放哪里? 是。 然后,哎,点哪个,洗多少分钟呢? 哇,要洗两个小时。 还有,它有的有烘干功能,有的是什么。 对。 加上洗衣机可能稍微有点高级。 哎,怎么突然还有凡尔赛呢? 真的是不会用,真的是不会用。 但是,有了避浪以后就很简单了。 你看看。 洗衣凝珠丢进去,解决了,就不用再问妈妈了。 然后直接启动就可以了,对不对? 启动就可以了。 妈妈都很放心,对吗? 不用管她洗多久,洗就行了。 多少衣服都把它洗干净了。 好,来,接下来这道题目,请问,你会注重定期更换床品吗? 嗯,会。 因为我睡觉有的时候,因为我不是很爱开空调。 然后呢,有的时候睡觉就会出汗。 出汗了我就觉得因为会流汗嘛。 然后之前在家里也比较热。 然后呢,定期我觉得定期是需要换那个床单被罩的。 而且都要拿去洗,要晾。 然后呢,用避浪的来清洗,清洗床品。 然后把衣服晒出去。 让它晾干,有阳光的味道。 我觉得睡起来是最舒服的。 哦,那请问你最讨厌的家务是什么? 最讨厌的家务? 嗯,其实我并不讨厌做饭。 我觉得做饭其实是一个, 跟,呃, 创作。 我觉得做饭是一个创作。 创作真的。 色香味要俱全嘛。 嗯。 然后呢, 我妈跟我讲过,她很喜欢做饭, 但她不喜欢洗碗。 嗯。 就是她就是很享受这个做菜, 做出美食, 然后别人品尝的这个感觉和感受。 嗯。 然后自己吃的也觉得很好吃。 但是她很讨厌就是说做完菜, 然后大家吃了乱七八糟, 然后要去洗碗。 是,做饭的人一般都不喜欢就是收拾。 对,对,对。 但是做饭是一种创作, 这话说太高级了。 真的,真的。 我觉得一直, 我觉得厨艺也有意思。 嗯。 也是一种一门艺术。 为什么那么多大厨呢? 是吧? 米其林的餐厅呢? 我觉得这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。 虽然可能我不是很擅长。 但你很擅长的是什么呢? 保持身材。 你平常应该经常都。 那就多洗碗。 哈哈哈哈。 增加自己的运动量, 所以要晾衣服。 洗碗晾衣服。 每天就在家洗碗晾衣服。 拖地。 怎么感觉力量训练的都起来了。 那家里面你会不会做一些无器械运动呢? 无器械运动, 其实我最近做的基本都是无器械运动。 然后呢会, 呃, 在瑜伽店铺上会做一些核心的训练。 你看,家里面刚才说了, 洗碗晾衣服都是力量训练。 我们的避浪洗衣液3000克重, 还可以拿来举铁。 就是那个感觉。 举不起。 是。 那个用重的东西来代替亚铃。 你看, 大家今天赶紧趁着我们的优惠。 点击一下方的链接来下单, 可以99%杀菌除菌加上72小时的长效益菌的避浪专专抗菌激洗衣液。 就可以把它直接带回家了。 好, 接下来, 我们今天现场有品牌嘉宾一直在提要求, 说想跟你学一学高尔夫怎么打。 不知您意下如何? 可以, 可以。 来一个, 来, 我们把道具上一下好不好? 来, 我们接下来有请这位提要求的这位嘉宾, 宝洁大中华区家局与织物护理部B-Long品牌公关经理Coffee, 来到我们的舞台当中。 哎呀, 这得有多大的胆才能走上来呀。 哈哈哈, 来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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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跟各位来介绍一下, 今天在现场我们二位会进行一个小小的比拼, 这个规则是什么呢? 我们的哲瀚和我们的Coffee分别代表的是除菌义菌队和除满义满队, 各自领取五个细菌球和五个满虫球, 每人五球, 进球多就获胜, 好不好? 好, 我们周海老师非常淡定, 赢定了。 没有, 就看它有一个大孔, 一个小孔, 我们都推这个大孔吧。 都推大孔, 好不好? 好好好, 这个是那个说的标准杆吗? 来, 标准杆? 来, 每人五个球, 来, 来, 球呢? 来, 就是本人, 我来, 是这样放在这儿吗? 是这样吗? 那边拿上来吧, 差不多吧。 这样吧。 我先来。 好, 谢谢。 我来拿吧, 我来。 第一球。 好, 那我想问一下Coffee, 学会了吗? 就这么打哈, 就这么打。 好, 来, 我们刚才这球是在师范和教学, 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, 好不好? 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, 来, 我们请Coffee先。 好, 这球, 飞了。 来, 我们请哲瀚开始打第一球。 来。 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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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你说, 这球怎么说呢? 没出就赢了。 来, 我们看一看第二球Coffee。 毕竟他第一球出了。 来, 第二球。 好。 这一球呢, 基本上也输了, 坡没有上去。 来, 我们看一下, 哲瀚的第二球。 来。 好专业啊。 你看, 每一球都是到了那儿。 。 有没有? 我说什么来着? 坡上去了就赢了。 来, 接下来Coffee啊Coffee。 五局三胜的话, 您。 哇, 可以, 到第三球上坡了。 来, 进步进步了。 来。 Coffee说向哲瀚学习。 哇, 正好, 你现在如果五个球都打在那里的话, 你今天就全胜。 每一个都打在一样的地方, 你们说厉不厉害。 这也是一个本事有没有。 来, Coffee。 好的,Coffee。 我们这边要不先下去就走。 没有, 我想请哲瀚来评价一下, 刚才Coffee打得怎么样。 这是一个, 我觉得就是一个趣味的练习吧。 我觉得在家里, 不管是跟自己的孩子, 还是跟自己的妈妈都可以玩。 我在家里和我妈有玩过这个游戏。 老玩这个, 是不是? 那是每一球都往那边打的吗? 然后我妈就会说, 哎, 你怎么老推不进啊? 我说, 你进一个球给你五百块钱。 然后结果咔咔咔咔, 我就连进好几个。 就连进, 意思是说今天现场的激励没有到位, 那如果说送你一箱避浪, 不用, 你是品牌大使, 管购。 好, Coffee, 我想采访你一下, 后悔吗? 提出这个要求。 非常的后悔。 主要跟哲瀚学习。 好, 谢谢Coffee, 谢谢你, 请入座休息, 谢谢。 好, 大家不要忘了, 运动之后一定要用我们的B浪来清洗你的衣物, 买了我们的B浪产品还不够, 到底应该如何使用呢? 在今天我们的活动现场, 我们请, 谢谢你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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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